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刘畅叔 最近呢就是说有的朋友和粉丝呢 说我讲的呀 就是有点 就是不符合逻辑呀 或者什么的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是这样 我说的这些事都是十几年前的事 然后因为我呢 40了 因为到这个年纪啊 这个记忆力啊就明显的衰退 尤其是我扬了以后 就是这个记性变得更差了 他可能是这个扬了之后的后运 所以呢 每天录视频之前呢 我都得思索很久 就是每天对于我来说 就是说把我那些经历表达出来 并不是什么难事 难就难在这 就是说整个回忆那一段的过程 因为咱们这么讲 让你去回忆一个十几年前的事 可能对于对于任何人来说 也不会说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所以有些时候呢 可能讲出来的时候啊 或者说没有那么周全啊 因为这个东西 它发生的时间点都挺远的了 希望大家能理解啊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呢 或者觉得大家觉得你这个东西有bug呀 什么的 这个东西 希望大家能给点谅解 就是说以一个包容的心啊 来来 听我去讲那些事 因为 怎么讲呢 咱们都是普通人啊 不是说 当主播的 是都是完美的人 很多当主播放屁都是香的 拉屎都是香的 跟大家都一样啊 既然您也是个有缺点的人 我也是个有缺点的人 所以咱们呢 就互相包容一点 对吧 可以说所有人都是有缺点的人 为什么不能包容别人的缺点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老觉得多说一点 就是说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还是上一回我说的那个 我们一包装的人物吧 老把他这个人包装的完美无缺的 所以让大家总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 这个人他就应该是 比如说一个名人啊 一个网红啊 甚至说像我这样的小主播呀 就应该必须得是完美无缺的 一点点缺点都没有的 其实呢 是只要是人他都有缺点 没有什么心仙的 咱们不要把一些人妖魔化了 觉得这人什么都是好的 那不正常 就说到这吧 继续给大家讲 上回说到我那个东西呢 让人给洗了 就是让人给拿走 该卖的卖 该黑的黑 我之前无数次讲过 这个咱们在澳门尽量不要交朋友 尤其别跟陌生人说话 这个经验呢 就是通过我上述这些 讲的这些事 不断的去 在豪江去吃亏 总结出来的 当时出了这事呢 我肯定想到要报警 但是他各位记住了 在马葛报警 挺困难的 他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也不光是在马葛报警 就是说在内地你遇到事报警 也挺麻烦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报了警之后 这个警察每天他要有很多案件要处理 你去那你就要等 你要等很长时间 有可能你上午去马葛 去警察局报警 到下午他们快下班了 才叫你进去去处理你的事 你这一天跟那干耗着 并且处理这个事的时候吧 他没了解完情况之前 谁都甭走 等于说你明明是个受害者 比如我钱被人偷了 但是警察对待你态度 就好比你是个小偷一样 在所有的证据 所有的口供没录完 证据没提供完 以及警察所有的程序 没走完之前 你也不能走 甚至说 你去报案了 警察先调查你 先把你调查清楚了 你是不是一个守法公民 你以前有没有什么事 有没有什么前科 把你先调查明白了 你没前科 你没事了 在调查你报的这个案子的事 等于最后弄完了之后啊 这个钱未必能追回来 反而把你搞得精疲力尽 耽误你好几天时间 所以这个事呢 是一个投入产出比非常低的事 所以当时呢 我也就没报 这个人呢 就是只能是我自认倒霉 就是以后别再去跟陌生人接触了 不再跟陌生人接触了 别再跟那个妈哥交朋友了 就完了 因为这个东西 他已经是一个末路老哥了 你去跟他去较劲 没有什么用 最后反而给自个儿弄出一身骚 所以在这我也提醒大家 妈哥别跟那些末路老哥较劲 尤其最近几年 东宫房间里头 老有一些各种情话 对吧 那些坐保洁的那些客房服务 那些大姐呀 那些阿姨们呀 人家成天就在进这房间坐保洁 跟开盲盒似的 所以呢 一个别跟陌生人说话 一个别跟那些末路老哥交接 因为他们已经在末路上了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然后呢 我就走了 就说 就跟那哥们呢 就说 咱俩就此告别 你爱干嘛干嘛去 是吧 我就当我自己瞎了眼 我呢 就接着去妈哥呢 就接着去菜市场里玩去了 去菜市场里玩去呢 当时呢 就是还是去找明灯 然后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 就是腹败貌美大长 大长腿 然后蕾丝短球加 黑丝短球加高跟 就是 就挺好的 然后呢 我就在边上看着 看他怎么玩 他呢 就是 一开始呢 就是 打的还行 打的还行 慢慢的就开始黑敏了 这一黑敏呢 我就开始拿人家当反能打 但是我一拿他当反能打呀 哎 人家就开始红上了 我就开始黑敏 这样呢 我就停一停 我就始终觉着呢 这个美女打牌呢 看看跟普通人打牌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什么 他们就是说 老天爷会不会对美女有些特殊的眷顾 然后呢 然后呢 一停了呢 我看那个美女呢 又开始黑敏了 然后我就开始又拿他当反能打 拿他当反能打呢 他又开始红了 结果我又是黑敏 哎 我一看他给我急的呀 然后我说那既然老天爷要眷顾他呢 那我就拿他当正能打 跟着他一块推 结果我一拿他当正能打呢 那美女又开始黑 哎 就好像就跟我刻意较劲似的 我怎么跟他怎么就是黑 最后呢 就是敏呢 就黑完了 啊 黑完敏了 就是说我就是洗白了 洗白了呢 那我很不甘心啊 当时呢 我就是说想 拿出张信用卡来透支一下 当时呢 我就去菜市场的账房了 就拿信用卡 那就说那个 我这有张信用卡啊 额度呢 有六万块钱 你们能不能帮我透出点现金出来 账房呢 说他弄不了 但是弄不了呢 归弄不了 其实弄不了也挺好的 弄不了当时就算救了我了 要真弄出来 可能以后更麻烦 那个时候呢 我很不舍啊 就不想走 就是还是想盼望出现点什么奇迹啊 机会啊 但是又耗了一天 也没什么机会 就买了张飞机票呢 就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之后呢 那会儿也快临近过春节了 因为刚捣捣完那个区域圈 什么的 就一般都是凶季导的 到春节呢 快过年了 我这黑米了 黑了米呢 就是没想过年嘛 然后我呢 有一天 就是有一个朋友 我打电话 这朋友呢 是我以前当保安的时候 认识的一同事 叫阿华 阿华呢 是北京人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但是他这人的形象 气质啊 有点像南方人 为什么呢 他十多岁之后 就去深圳生活了 所以呢 到了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又回北京 所以就等于在深圳 待了好多年 在深圳做了几年 那个美容美发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 现在的话说就是 汤老师 是叫汤 托尼老师 当了几年 托尼老师 然后又回北京了 不知道为什么 当了保安了 然后呢 我们俩成同事了 后来 我不是干了呢 您不干了吗 他随后没过多久 他也不干了 然后后来 他也自个儿做生意去了 后来我们俩就闲了 我就问最近 他干嘛呢 他说最近他打算 那个弄那个庙会 就是我们北京 不是到 也不是北京啊 可能全国 哪都有到春节 有春节那个庙会 他说他弄这个庙会呢 我说那你带上我弄着 他说行 他说你得先弄摊 定那个摊位 我说那我知道 我到时候 那是不是上网上去预约去 他说上什么网上预约去 我说那 就是那庙会 他不是就是网上都能预约什么的吗 还是上市场办公室去预约去 他说你去哪儿预约去 黄瓜菜都凉了 他说你这么着吧 你准备点滑子 准备点台子 然后那个再准备两个W的红帽 我带你去找市场办公主任去 然后呢 我就按照他说的做了 该给人上炮了 该给人上片片了 就都给人上完了 就到了主任那儿了 跟主任一介绍啊 这是我以前一哥们 叫二手 到时候呢 给他留个摊位 然后那主任说行 既然是那个阿华介绍来的 到时候啊 我就给你安排 那个北京那个 龙滩湖庙会啊 我说的是龙滩湖庙会 龙滩湖庙会有一个标王 是那烤羊串的那个哥 人家连续好多年都是标王 就是在口罩之前 然后说到时候呢 就把你们那展位啊 挨着点他 说那个到时候 你们那个人流量足 你们多挣点 给你们安排好位置 就是 我都来谢谢谢谢 然后呢 那个 出来之后 从主任那儿出来之后呢 嘉华呢 就我就说请嘉华呢 就是阿华呢 吃轮饭 吃轮饭 然后吃轮饭呢 我说这摊位有了 干点什么呀 我说阿华你干什么呀 他说他卖玩具啊 卖点那个 风吃 春联 那个拼图 还有那个 就充气的那个金箍棒 哪些充气玩具什么的 我说这东西能挣钱吗 他说你不知道 去年我就开始干了啊 一天能挣个两三个W吧 反正就这个庙会 一直干到 你从年三十 一直干到初期 干好的话 十五到二十打不了 没毛病 我说就这七天 挣十五到二十打不了 他说那可不是吗 我说那你说 我干点什么呀 他说你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呀 卖茶汤 卖那个羊肉串 卖那个 或者说你弄的 那个玩具套圈的 对吧 套圈那个游戏 游戏游戏 或者弄那个气枪 打那个气球的 游戏游戏 投篮的 什么都行 我说那你哪有什么货源 没有啊 他说 我这最好弄的 最简单的 我就见到你 你卖串 卖炸串 这东西最好弄 而且暴力 跟油锅里炸 出来就给人吃就完了 撒着点那个 自然跟辣椒 也好弄 我说得累 我说那行 我就弄去了 然后呢 我就上了那么一个 北京那么一个批发 这种东西那种 批发市场嘛 然后去了一个 摊位 我就说我打算卖个羊串 你那有什么 穿好的串吗 卖给我 他说有啊 他说哥 你是要什么样的呀 你是要正经的 还是要那不正经的呀 我说正经的怎么卖呀 他说正经的得一块二一块 我说那不正经的 不正经的就五毛 我说那我在庙会上卖 我说这 你这要五毛 我说我卖多少 他说你怎么着 你卖五块吧 我说那利率倒是挺高 毛钱成本卖五块 我说那 你这是正经肉吗 是真肉吗 他说 你就吃去吧 你就卖一下吧 你管他是不是呢 哥 你挣着钱挣娃子 后来呢 我就弄了这五毛钱一串 这不正经肉 弄了点 然后呢 我说我就说 打算在那个庙会上卖 我说假期这几天 你们这还能够供上货吗 他说能 我们这有好多那个 庙会里卖串的 都从我们这拿货 我说那就得了 然后呢 头天呢 我就先弄了五千串 就过去了 就跟那 就跟那开始 我就叫上那谁 就是傻羊子 跟张树他们俩 我一天呢 给他们三百块钱工资 他们俩那 也没个正经工作 就三百块钱工资 然后从大年三十就开始摆 一直摆到年初七 头天呢 那个家华的 就那阿华的 就过来问我 二手卖串的 卖多少钱一块 五块呀 我说你多钱进的 五毛啊 他说人家都卖十块 最便宜 你这卖五块 你这要干嘛呀 咋行去了 当时我说 我说得嘞 那反正就涨成十块 然后搁我那没多远 有一个叫做标王的 就是每年最好 那个摊位呀 就是他拿下来了 他也是跟他卖串 卖烤串 他那串卖三十一串 反正 你说三十一串值不值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只能 这么跟大家笼统的 归纳一下 就是 过庙会呀 尽量别买吃 买点的玩玩意儿啊 玩的什么的 这都行 尽量别买吃的 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然后我摆着这个 羊羊串摊 然后那个 我这哥俩呢 傻羊子跟张树 跟那卡 跟那炸着 烤着收钱 我边上呢 是一个办展览的 你别看那会儿都 二零一几年 还在北京 那会儿那个展览也有 这一展览呢 是展什么内容呢 可能年纪大点的呀 可能有这种印象 他展览什么呢 展览那什么两个头的牛 啊 什么五个 五个角的羊 啊 还有一个呢 展览是展览什么呢 可能 有些人知道 叫花皮姑娘 就这种 特殊展览啊 来 来瞧一条 看一看啊 世界真 不看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啊 什么两个脑袋的牛 五条腿的羊 长在花皮里的大姑娘 啊 门票呢 是二十五块钱一张 弄那么一个小帐篷 大帐篷啊 挺大的 就类似于有点像蒙古包似的 但那不是个蒙古包 蒙古包不是圆的吗 他那帐篷里弄的是一个方方正正的 啊 你买 花二十五块钱 买张票 就进去绕一圈看去 其中最吸引人的呢 是那个 叫那个花皮姑娘啊 那个其实 怎么说呢 那个当时好多小孩看了害怕啊 成人看了呢 觉得有点挺奇怪的啊 就是 呃 一个花皮上的长一人脑袋啊 一小姑娘啊 被称为是什么呢 从小就给她装到花皮里头 然后靠喂牛奶 让她生活 然后整个这个人呢 她就没长大 就身体一直缝在这花皮里头 啊 就上头露一脑袋 其实呢 这是一个镜像折射原理 造成了一个骗局啊 就是这个 抖音上就揭出 揭秘这个骗局的这种视频啊 你们可以看一看 我就不在这赘述了啊 然后呢 我就跟那老板 就是说 弄这展览的老板 就聊 就先聊 就问道说 您老家哪的呀 那啥弄的 他是山东人啊 然后那个 我说 那个这花皮姑娘这怎么 没事 你给讲讲吧 那不能告诉 不能说 然后呢 我就跟他闲聊 我说 您是干这干多少年了 他说 他这是祖传的 就是说 他是有师父的 就是有师父的 一直跟着师父干 现在是单干了 我说那 这东西好赚钱吗 他说好赚 肯定好赚 然后我说 我说之前我在海南那边 我说我看的一个 就是像人蛇 就是一个人脑袋 然后整个身子呢 就 就是一个蛇的身子 我说 那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 那个现在都不让弄了 你现在看到 那都是经过那个 一些折射呀 什么的 就是 造成那种假象 说过去民国那会儿啊 那个就是把小孩 胳膊腿砍了 然后拿那个蛇皮 给他包上 然后 慢慢的让他长大 就形成了一个人蛇 其实挺残忍的 那种展览 我说 我说那这东西听着可真够瘆人呢 他说兄弟啊 你是不知道 我师爷他们那会儿啊 有一个展览 那会儿还在民国期间 这个 这个怪物 他叫人鸡 哎 各位 你听着啊 为什么听二手的视频长经验 长知识 人鸡 人就是一瓶一纳那个人 鸡就是 大公鸡那个鸡 人鸡 你现在在百度上去搜的话 搜这个人鸡的话 可能还能搜着 这是个什么玩意呢 这也是一种 类似于花盆姑娘那种展览 但是这种展览 在 民国时候 甚至在清朝时候 有 他是把这个人在小的时候啊 从膝盖上就把那个小腿给砍了 啊 然后那个膝盖底呢 接两个那个 假的那个鸡腿 那假的鸡腿 就就 做的假的 那鸡腿 然后底下有的鸡爪子 啊 就等于膝盖以下呢 接上的那个假的鸡腿 然后这个人身上啊 他们说是给打的 先打上麻药 然后打那个皮 拿鞭子抽的皮 皮 皮开肉栈子 然后把那鸡毛 插到人这个肉里边 然后等那个 伤口好的时候呢 这个鸡毛 就等于就被植入在人的身上了 啊 就拿鞭子抽也好 或者怎么着也好 让这个皮开肉栈子 肉烂开 然后在这个肉里头 插上那鸡毛 然后再等它好了之后呢 这个鸡毛呢 就长在身上 身体里头 然后就是整个这人 他长大之后 他是一身鸡毛 身上长得一身鸡毛 其实那都是植入到身体里头 然后腿呢 也是一只鸡腿 这个奇异的现象呢 叫人鸡 啊 可能 我今天在这不说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可能很多人就再也被听说过这个东西了 那 当时听完之后呢 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到后怕 不是也不叫后怕 就听完之后特别恐怖啊 太残忍了 我不跟你聊了 然后呢 我就开始就是专心致志的卖炸串 反正呢 卖的也还行 反正就是说 光描会呢 就是说那些人呢 他们花钱呢 也舍得 也没有人说 光描会买东西觉得值不值啊 怎么的 反正大过节的 是不是就 就凑个热闹 图个气氛 花点钱就花点钱了 只不过这个生意啊 就是怎么说的 就是不能休息啊 从大年春节 大年三十第一天 一直感到这个 得干到大年初期 这期间就别走亲访友了 也别跟家人团聚了 就在这做生意吧 然后到了初八的时候呢 大概算了一下能有二十个W 正了 能有二十个W 这个时候呢 我就打算过年 年后呢 就继续再征战妈嘴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下个视频呢 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